这边是中慧啊 中慧 然后 这边我们这边是有张松的啊 一号位没有 没有没有没有好将 是选了个夏侯敦 我这边有巡游 这边最后选了干净 但是呢 这个也是有配合的啊 首先张松 把两张杀放到夏侯敦的裤裆里 然后夏侯敦直接把两张杀给张飞 对吧 这样的话呢 张松就等于可以现图给张飞两次 啊 这是一个小配合 然后这个 中慧竟然敢挂 瓷庸剑 我是一定不敢挂的 我是一定不敢挂这个瓷庸剑的 然后那个 刘峰砍不到张松 这个要打无蟹的 再打 没了 中了个冰凉寸段 还有个无蟹可击是防冰凉寸段的 但这个队面还有 那你没办法 这样就等于现图了张飞两次啊 拆掉借刀杀人啊 这瓷庸剑 我是绝对不敢挂瓷庸剑的 怎么也得躲过张飞第一刀吧 对吧 啪击啊 这个布链尸已经做好了 我早已做好了牺牲的准备 好 这布链尸死定了 然后这边还能顺便搞一下流风啊 好 打到这里的话呢 到我 到我这了 然后那边 你知的情况是三个人都没逃 就我手上有一个逃 啊 然后甘宁这边有七张牌 我的想法呢 是如果我不气色过的话呢 张甘宁一定知道我手里有逃 对吧 所以说呢 张张张甘宁的牌实在太多了 他一定知道我手里有逃 所以说呢 我想的还是打陶渊结义 把甘宁的大逼了 然后呢 我就 至于一张看看 也没有啊 那 就只能吃涛过了 把甘宁大逼掉 然后这是一种打法 第二种打法呢 就是 我就不打决斗了 决斗有可能输嘛 就不打了 不打之后呢 我就留逃闪一张牌过 逼这个甘宁来拆 也是可以的 因为甘宁的大一定是在的 对吧 甘宁大一定是在的 我看陶渊 总归是只能把大逼掉 想来想去吧 好像还是打错了 还是 还是留三张手牌好一点 对吧 留三张手牌好一点 留三张手牌 好歹能挡三柴 对吧 事实证明甘宁 好像黑派不是很多 虽然他牌很多 所以说呢 我这一手 开陶渊 其实是害死了张宗 从结果上来说呢 是输了 不过呢 大逼掉了 让甘宁这次 五股风灯不太爽 也算是 也算是将功补过了吧 反正这个张宗挺难保的 这不太好保 这边 刘峰 一个两个 就看我跟刘峰 谁能活下来了 这就是一个 我跟刘峰 谁能活下来的游戏 这至于到一张过拆 非常的过意 一刀 两刀 三刀 看陶的位置 陶的位置 陶的位置在中会这里 那刘峰几乎是死定了 因为 这边为什么没有先拆呢 我跟大家说一下 为什么没有先拆呢 因为 直接甘宁没陶 对吧 中会有五股风 那里拿着一张名的废牌 还剩下一张牌 是陶的概率太低太低了 低的可以忽略不计 所以说不如刷掉刘峰 看拆什么 如果起到加一马 就拆中会的减一马了 对吧 没起到加一马 可以拆甘宁的手牌 来限制一下 这个甘宁 接下来要挡甘宁 对吧 看起什么东西 结果还真起到加一马了 起到加一马 就可以顺距离拆减一 然后 装加一马 这样的话 逼甘宁把我的加一马拆掉 逼甘宁把我的加一马拆掉 它就大概率一段黑 是吧 而且夏侯敦手上有张无线 可以帮我挡一拆 这个就很精妙了 结果这甘宁不知道为什么有三黑 这就很倒霉了 然后拆一下中会 防止它爆发 我有张闪 那大概率能活吧 结果这个中会裸摸一马马入侵 那就很尴尬了 我这一死 忽然间就打不过了 因为这个夏侯敦 他压根就不敢刚裂这个中会 然后中会还开了个闪电 还好这个乐没中 乐没中的话呢 看能不能先把甘宁打死 形成一个二打一 这个加一马 其实根本就没什么好拆的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拆那个加一马 这个张飞他也敢打 这肯定不能打张飞的呀 下午的裸摩九杀把甘宁打死了 两张牌 结果这两张牌不能给出去 能给出去就好了 就是不是好牌 所以不给 你看这赶紧打张飞 就是送进了呢 然后二打一 但是二打一本来是打得过的 加上这个闪电就打不过了 看到没有 这是满血一拳的中会 满血一拳中会 那我们实在是熬不住了 想看看逃跑的这个 逃跑的这个运气 能不能判个黑 结果还判了个红 一直被这样 一直被中会压下去 肯定是要输的 所以只能赌了 这个时候张飞摸到寒冰键 摸到寒冰键非常关键 但是这个闪电实在是太可怕了 包括闪电批中会 我们都是要输的 这批中会也得输 闪电被拆掉了 那忽然之间有机会了 再拆加一码 顺手牵扬无邪可击 决斗 批 钢塔 又怕红 这下完了 中会要醒了 怎么办 结果这个中会 竟然在这个时候出雷杀 我跟你说 中会打这张雷杀的那一刻 这中会要输了 你知道吧 盼 盼红打一血 盼黑把他排拆掉 那是不是三张杀就死啊 我跟你说 夏侯敦手上是张 是张张巴蛇毛 你看这后面拳击出来的全是桃 一张桃 两张桃 全是桃 他只要忍住不打夏侯敦那一刀 我们一定打不死他 他一回合觉醒 六张牌 这夏侯敦不是死定了吗 对吧 没有人 没有人有可能 这中会绝对有一打二的能力的 包括一回合没死 接下来他每回合摸四张牌 回合外能力过五六张牌 谁打得动他 对吧 结果他自己把自己给浪死了 非常惊险的获胜了 这是一盘 但这局其实我寻游是有一个很大的失误的 就应该老老实实的把桃 跟两张闪留着 骗干您来拆 或者逼干您来拆 因为张松豪的有个八关城一张手牌 那如果要是干您要拆我桃的话 怎么也得三四张吧 对吧 拆完之后可能还要拆拆什么小猴东那之类的 当然了 副作用就是 嘎尼的大还在 他摸到五谷风灯就直接送对面三排了 当然这个副作用不是那么容易出现的 甚至你可以认为 他是收了张松以后才出现的 这个五谷风灯 所以说呢 总的来说呢 那个还是没打对啊 就应该不打决斗 把决斗丢了 然后留桃在手里 不开桃源 更大概率的保住张松 其实当时保住张松怎么都赢了 好 我们看第二局 这边一个 第二局的话呢 就比较尴尬了啊 这边没有什么特别厉害的将 只能靠这个 张松和太后 泰瑞斯打一波了 对面其实特别虎的 华佗 孙上香 弥足三奶啊 三奶 我们这个是没有未来的 真的没有未来 就第一波没打赢 基本上就贵了 没有未来的一个 现图 这边给冠施斧了 对面有无限 只能拼队友了 这个 我的点还不够小啊 冠施斧两刀 没死 再来 华佗还有 密集书还有 好了 没了啊 到此为止了 大桥也没牌了 几乎要被拆光了啊 还好大桥是张黑桃 怎么办呢 这边给孙上香一回血啊 老脸一红 看南蛮入侵 把大桥压成一血了 这边泰瑞斯 自己也有危险 再给孙上香一补血啊 没办法啊 只能抢给 有方片啊 然后来 有九杀 把九杀给过去 再把再把孙上香压成一血 这边运气不错 卖到个无限 对面无限一开始比我们多 但是后来我们卖到无限了啊 这孙上香中乐了 看到机会了 知道就是为了看基本牌啊 看基本牌 孙上香手上不知道是什么 没看到基本牌就哭了 所以说一定要看基本牌 还活着啊 这边有个 这边有个加一码 其实 其实他们应该把迷逐的暗桃留着的 因为有了这个加一码 这个加一码是 就就一定被拆的 对吧 话头是红桃 火攻不用了 给队友用 再来一张九杀 你看 如果我们有拆的话 肯定拆这个加一码 对吧 没 如果加一码用掉的话 我们可能不会拆迷竹的 不一定拆迷竹 跑而去拆 孙上香手牌什么的 还没打死啊 已经 已经三个九杀 已经四个九杀了 一人一个九杀 还没打死 但现在风向变了啊 突然之间风向变了 再慢 再慢 然后再来一刀九杀 这已经是第五次九杀了 再再再不死的话 真的就输了 但是对面应该扛不住了 这边过河拆桥顺手牵羊 有点小问题啊 因为话头有可能不死的 过河拆桥顺手牵羊 都应该打 都应该打诸葛亮的 因为迷竹已经出过两个桃了 他再有桃的可能性太低了 反而是这个光过心的诸葛亮 前面可能是 就直接放弃孙上香了 对吧 拿桃就华佗 你这个拆顺不打诸葛亮 如果诸葛亮有个桃 华佗活下来了 华佗活下来 我们是有可能输的 华佗活下来 华佗弥竹连动 对吧 大桥就两张牌 趴拆一下 是不是有可能会输啊 包括太史自己没有桃 对吧 被一拆 有可能被打死 打死就有可能翻 这边河太后 裤档里还有最后一桃 但是这一桃呢 是肯定会被拆掉的 知道吧 最后是赢了 最后是赢了 这个 这五刀九杀啊 挺有纪念价值的 排局本身 可以讲解的东西不多 但是这五刀九杀 看上去比较炫酷啊 就留作纪念 是吧 好了 那么今天的所有 所有都给大家讲解完了 是一共讲解了 两个多小时 那么 呃 最后4v4的部分呢 我还是可能会 把它单独切开来啊 而且刚才我 三国杀崩溃了一次 对吧 这个直接放在 录像里面不太好 所以说我就 呃 身份局还是 放个大的啊 然后最后的4v4部分 切一个 二三十分钟的小视频 做个外转 好吧 那么感谢大家 今天的收看啊 今天梦中三国杀呢 就到此结束了啊 明天还是会有 给大家带来 这个丰富的直播内容 包括下午的4v4 晚上的身份局直播 还有中暂应节 等等等等啊 啊 那么明天 我们下午 开始不见不散啊 啊 谢谢大家今天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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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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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